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 白宫网站发表的新闻声明说 拜登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交谈 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 他们讨论了我们利益交汇的领域 以及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观点分歧的领域 他们同意开诚布公地处理这类问题 央视新闻则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0日上午应约 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首先就据方爱答 造成美国多地人员伤亡和财身损失 向拜登及美国人民表示慰问 拜登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的困难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 称两国应该协调和合作 同时挖掘更多的合作潜力 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的因素 拜登表示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如何互动相处 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据路透社报道 这是习近平和拜登自二月以来首次通电话 在此之前 中美领导人之间已经有近七个月没有进行过直接沟通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坦诚的沟通 通话持续大约90分钟 双方讨论了经济问题